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欧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财士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谈谈连泽尔斯基 都要是认衰仔了 因为他们贪腐问题貌似一直都解决不了 扎尔斯基为什么上台呢? 因为他上台时就说要解决贪腐问题 他在上台时就说我们要清廉 貌似现在欧乌战争就掩盖了很多东西 知不知道整个欧洲最贪腐的两个国家是哪个? 欧洲,乌克兰其中一个 欧盟 整个欧洲不止欧盟 我的意思是 小国难道? 好了,是澳战争的两个国家 排名倒数第一就是俄罗斯,倒数第二就是乌克兰 所以是需要看一看的 2021年全球青年印象指数当中 乌克兰在180个国家排122 欧洲倒数第二倒数第一就是俄罗斯 不怪普京大帝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来的 如果这点来说 又貌似真是 西方已经认证了 扎尼斯基日前说 贪腐是俄罗斯战争 之前已经有,他终于承认了 他说 乌克兰陷入对俄罗斯战争的长期幕后问题就是贪腐 已经是到一个不可以容忍的地步 他说这个星期 这么厉害? 就会将贪腐 连根拔起 的决定做出来 连根拔起? 很难 因为他自从独立之后 乌克兰的贪腐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有多名高官被指控贪腐之后的 扎尼斯基就说了上述的理论 就说要迅速对抗乌克兰的贪腐问题 而且他承诺 是会 采取强硬的行动 他也说虽然乌克兰全国 团结一致抵抗俄军 但是 贪腐的指控 依然是不断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份关于 军事采购的 可疑做法的报告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西方就相当骚忌 因为我给了一些军备 放在哪里? 是不是卖了出来? 扎尼斯基的说话也说 我希望清楚地表示出来 不会回到过去的了 我们不会回到 有人和国家机构 关系密切的地步 或者那些人一生 都在追逐职位的过去 已经不复存在 追逐职位是指给钱买 其实乌克兰的贪腐问题 是一直枪决的 治理也很不稳定 刚才也说过 他们就排欧洲 倒数第一制 俄罗斯 欧盟国家去年 被乌克兰 欧盟候选国的地位 其实我觉得 不单止我 可能觉得 未到这个地步 也希望他们 可以在反贪腐改革 是有作为 才可以成为 欧盟的承认国 是对的 如果你给他加入了 我慢慢改革 就 对其他的 候选国 就很不公平 没错 扎尼斯基就说 这个星期我们会做出适当决定 决定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我不想公布 一切都要公平 其实扎尼斯基19年大选的时候 就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 也承诺把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的治理方式要改到翻天覆地 就是以前什么师傅说的 大党富富 是的 他就说 在对贵路指控进行调查之后 已经接受一位副部长的请辞 之前你记得他也炒了几个大官 扎尼斯基就 跟他交情相当不错 只不然交情相当不错 另一批就想回来了 对 扎尼斯基就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身份 一位大官就被人炒了 可能就是区域发展部代理副部长 洛尼斯基因为他之前被指控是受贵 而被拘留 另外国防部 部长 也关注贪腐问题 因为 有一家报纸就说 原来 乌军 那些粮食 原来 是一个虚高的价格 购买 军粮 即是他说的价格很高 其实没那么高 中间会差价 乌克兰国防部就说 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 他在购买相关产品的认为 这个是误导的 要展开调查 但是是不是误导呢 就要查 要查 最怕要查一下 你查别人 除了 那位部长 还有乌克兰副总检察长 希莫联科 乌克兰 总统办公室副主任 桂莫申科 以及 蒂列伯 比德罗夫斯克州 好长 还有杂波罗尔州 还有 赫尔松 梅苏州的负责人 都提交了请辞的申请 所以他顶不住 如果再不认 说没有 为什么他们提供 请辞的申请 因为肯定身有机 他也 免得 拖扎列斯基 我认为 因为现在打仗 免得明星这么差 辞职 说就说辞职 其实都是 比格尼尼池 炒你 其实都是变相炒你 跟乌克兰 曝光的多起 贪腐事件 是有关的 所以 他有段时间 扎列斯基 又要面对战争 又要面对 这个贪腐问题 但是 有没有那么容易搞定呢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最近这场 叫做贪腐风暴 其实也是 或多或少都对 扎列斯基的 管治是有影响的 虽然打仗 打仗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人 出声的 因为担心 国家动摇 老头四 今天有单新闻就说 其实 乌克兰 澳澳战争一年以来 的贪腐指控 都是没有什么 停过的 乌克兰政府 其实有很长的贪腐史 反贪腐警察 就说他们已经拘捕了一位 乌克兰基建设施的副部长 因为 他们 就觉得这位副部长涉嫌 在去年九月 进口 发电机的时候 你知道 因为 西方不是给钱 他们买发电机的吗 俄军狂轰他的发电机建 其实 收了40万 美金的回购 不过这个部长就否认了 另外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帮他买粮食 结果 就吃差价 供应商就说 其实 我们犯了技术错误 没有转仗过 对吗 很难相信你 对吗 其实 什么技术错误 说说说 我觉得 不是那么 实在 乌克兰的腐败问题 一直都很严重 欧洲倒数第二 说不好听 你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难怪普京说你们是 兄弟 当然就算怎样都好 都不应该是这样 对乌克兰的民众 其实 19年5月20号 扎莲斯基 就在他的 就职演说当中 就 很慷慨激昂地讽刺 我今天的胜利证明了 乌克兰人已经是 厌倦了那些 有经验的 政治家 涉取 贵劳 还有掠夺国家的资源 28年 我们 应该是创造一个 有机会的国家 但是 他在19年5月20号 说的说话 现在是差不多 是 三年多 四年 他 罵了老海鲜 因为他是素人 他以前是演员 承诺过 要打击贪富 建设一个充满其他机会的国家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令到游戏规则是诚实透明 一视同仁 乌克兰一直以来都是 腐败 还有跟寡头政治联系在一起 其实这件事就跟俄罗斯好似 相当地似 当然现在他很战争 大家就不敢挑他们骨头 其实也不是骨头 是相当明显的问题 并且 认为 19年时候 俄罗斯没有资格批评乌克兰 难兴难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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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最廉洁的是哪个国家 就是丹麦和芬蘭排第1位 排第1位 乌克兰的水平跟什么国家 接近呢 就是跟赞比亚和加蓬 还有墨西哥 墨西哥 你记住 胡椒粉很多 跟他差不多排名 刚才我们说过 乌克兰排122 俄罗斯排136 其实 讨论乌克兰的腐败问题 要很小心 因为 如果你不小心说的话 俄罗斯就会拿来做 Papaganda宣传 但是俄罗斯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 俄罗斯曾经说 你们这么腐败 所以要发起军事行动 会不会牵畅了一点 对 我觉得也不应该吧 你是军事行动 那些是贪腐的 不需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 对吧 对 那你要想一下 乌克兰是要跟非洲国家比 我不是说非洲国家怎样 但始终 非洲国家 是 比较落后 整块非洲大陆 都落后一些 欧洲大陆 西方国家经常 是利用腐败问题 令到 非洲国家 是继续 听他们的条件 就是 如果 要做什么做什么 一定改善腐败 毫无疑问 腐败问题依然是 困扰着乌克兰社会和政治的局势 但是乌克兰人每天都不断站出来反政府 当然现在就不行 因为欧洲战争 之前就呼吁法治民主和命运自决 例如在2004年 橙色革命 以及亲欧的 抗争者在10年之后发起的 欧洲港场运动 其实也是 将矛头指向贪腐问题 这个 他们又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不想 这个是前苏联遗留下你的问题 至少是苏联 要解决的 现在你管理 你治理 你不想 你独立了这么多年 其实 这个 贵赂或者送礼物 在公共 服务系统当中 即是公务员当中 非常 是容易见到的 乌克兰人 是要通过贵赂官员来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例如教育和医疗 如果不是 你的服务就相当地差 很遗憾 这种港泛存在制度 当然是腐败问题 很难解决的 之前乌克兰的学者也说 无论俄乌战争有没有也好 都是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可以解决到的 他们就说这个前苏联遗留了你的问题 投推给前苏联 好心理 你现在 苏联遗留了 对 你现在正在治理 国家在你手上 其实不单是俄罗斯和 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的轮角 亦是苏联持加盟共和国 摩尔多瓦也是一样 差不多 状况 现在看看扎列斯基的承诺快速采取行动 看看有什么 行动出来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